今年法國五月節的主題區是阿爾薩斯 德魯除了有風景秀麗的特級葡萄園 混雜德國風情的獨特菜色 還有另一種人以為傲的產業 就是被封為活古蹟的水晶工業 人造水晶在18世紀流傳到法國 當地的水晶工藝規格非常嚴謹 法國工匠將這項文化工藝代代相傳 成為備受業界重視的水晶大國 在阿爾薩斯上有傳統工藝 十百年代的水晶工藝 我們會找到水晶工藝 一邊的水晶工藝 玻璃加入養化園等等物質 就可以做水晶 養化園可以剔除玻璃內的雜質 含源量越多成本就越高 法國的水晶監測條例 比其他國家都嚴格 最少要含源百分之二十四或以上 才可以叫做水晶 根捷克和奧地利的百分之六或七 簡直是沒得比 平日所見高級水晶製品 全部都價值不非 分分鐘給全份量都買不起 原因是在於既複雜又嚴謹的手造過程 但是做一個燒玻璃的泥教 已經要一個月 以獨門脫納工藝一個納帽 只可以製作一件水晶 再加上極細緻的打磨上色加工過程 一件水晶分分鐘要用超過半年製造 而且工藏會在製作過程中 篩走瑕疵品 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完美成品才可以免費 見識到這項大大生存的文化工藝 當然眼界大開 不過看完還是買不起 果然是有錢人的玩意 景點 明일燈 好